华人迎新春接株年 来年的运势 香港风水师卢恒利大胆预测 卢恒利接受得同事访问 用生肖结合五行预言全球局势 2017火机年运势带动全球股市大涨 接着2018土狗年开始买下火种 很可能就在土猪年爆发 全球经济成长将跨下据点 土猪年适逢西元流年尾数九 上一个六十年前的一九五九年 土猪年战乱动荡不安 越共决定武统越南爆发越战 西藏也发生叛乱事件 一百二十年前的土猪年更惨爆发 义和团之乱 风水师大预言土猪年 国际社会局势表面平静 但暗潮汹涌 是预言真卫今年将一一验证 三级新闻 陈思伯报道